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午安 欢迎收看亚洲之星 那么大盘走势在这个礼拜非常的精彩 我说你看到指数在涨 很多投资朋友你的感受不是指数涨 而是你的股票在跌 节目上我一直告诉大家 你不要被指数给骗了 外资怎么样拉台 还是拉台手上苹果三巨头 台积电大力光红海 礼拜二的尾盘拉升上来呢 光是这三档股票就占了指数 拉了28点 你说大盘礼拜二涨23点多吗 真的不多 但是投资朋友发现一件很真实的现象 好多投资朋友问我说 马老师生气股怎么会这么弱 我该讲的 我请你该避开的都带你避开 我说我能够帮一个算一个 帮十个算一个算十个 不要说你在高档套住的股票 一直等等等 等了会解套没有关系 等了不会解套呢 下半年没有利多 七月八月接下来如果没有利多的话 股价又在创新低怎么办 你不要看指数涨上去 就算指数创新高 就算大力光创新高 请问几百张的大力光 对大盘指数可以拉个十点十几点 但是对你而言呢 你的股票不是创新高啊 你的股票反而在破低点 真的 礼拜二的收盘 如果从两年 这两年的高点回档下来 你去算一算 浩顶跌了七成 利丰跌了六成六 甚至巨大腰斩跌了五成 怎么会这样 我一直告诉你说 其实做股票 会买股票只是一个徒弟 会卖股票才是师傅 而且高档那一个时刻 往往可能只有一分钟 十分钟不到的时间 你如果没有掌握到卖点 那接下来呢 你看到礼拜二 大盘指数在拉台的时候 你知道吗 很多投资朋友打来感谢我说 马老师 还好你有叫我把它卖掉 不然礼拜二收盘 十档生计股 创今年新低 你说马老师 这怎么会是多头走势 为什么他礼拜二 外资要拉台苹果三巨头 最简单的道理 就是礼拜三 今天的尾盘要台指结算嘛 可是你也发现 外资的旗指多单 一直在减 换月了吗 关键重点 外资会怎么做 你想想看 我讲一个数字就好 四月十号 融资的高点 最近有没有突破 突破马上又拉回 也就是说 大盘指数从四月十号 整个融券 股东会前回补的最高峰 到礼拜一 融资没有增加 融资没有增加 他一定要用这四个字 震荡又多 控盘的节奏手法 你能够了解吗 不要看到强势股去追啊 追股票那只是个徒弟啊 太简单了 那真的你有没有赚到 是最重要的 投资朋友你想想看 我就先把这三档 来做个说明 巨大 高点三百二十三块半 到礼拜二 一百六十块半 刚好腰斩 是不是刚好腰斩 前面我就告诉你 提醒你 他在破低点 有没有 短短几天 差了八块钱 你看利丰 礼拜二收盘价 创今年新低 会不会去测 这个历史低点 礼拜二 创今年新低 股价从三百八十三 回来 跌了六十六% 这怎么会是 大盘的一个 多头现象呢 更明显的 你看到号顶 从七百五十五块 跌到礼拜二 两百一十五块 收盘价 创历史新低 跌破前提以后 跌跌不休 老师朋友 我该讲的 我都讲了 号顶 从两百三十三块 到礼拜二的两百一十五块 短短几天 十八块 我又带你避开 十八块的价差 我不要讲别的啦 光是生计股 我有带你避开 回下来的落底 我能不能让你买 我们当然是赢家 我不要叫你拆底 我还没有进场 关键重点 我说这些个股 就像之前 我在讲巨大的时候 一百六十八块半 到礼拜二 剩一百六十块半 来 老师朋友 你看看股价 九九二一的 巨大 怎么跌跌不休 一直往下跌 最大跌下来 还拖累另外一家铜业 叫做 美丽达 美丽达 礼拜二 藏黑八块半 创了四月以来的新低 怎么会没有影响 美丽达 礼拜二 藏黑八块半 我上礼拜告诉大家 共享单车 有没有影响 你告诉我 有没有影响 最真实的数字 你回头看看号顶 我们之前告诉你的时候 是两百三十三块 已经在破低点了 我说你不要去抢 大盘指数在拉 结果呢 指标股 新药股王 七百五十五跌下来 跌到礼拜二 剩两百一十五 短短几天 又差了十八块 号顶跌下来没有关系 可是生计股 十档 创今年新低 这怎么会是多头 你对照看看 四一七四的号顶 是不是创今年新低 来我们很快地看一下 一七八一的合适 收盘价创今年新低 四七四五 合复 是不是藏黑 跳空藏黑 创今年新低 六五三五顺耀 一根藏黑 创今年新低 四七二八的双美 我们讲了好几天 继续破底 三一七六 PI八八肝癌新药的 基亚 破底 剩四十八块三 四一八三的 服用生计 刚挂牌 礼拜二 创新低 六五二三的达尔福 收盘价 礼拜二 创新低 四一九零 有没有 左登KY 你看看收盘价 是不是破底 再来四一三七的 利丰KY 收盘价 创今年新低 这些内容 你都可以避开的 可是很多投资朋友 我知道 因为太多的分析 还在告诉你买买买 告诉你赶快买赶快买 买了一堆股票 每天两档三档 一个月五十档 一百档 结果呢 你手上股票 如果越买越多 月套越多的时候 你发现不对 该停就是要停 该卖就是要卖 为什么说这个盘式 我一直告诉你 要保守 你看看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在礼拜二 又创下十个月的新低 你再回想看看 上礼拜 上礼拜的台积电法说 为什么第三季的猜测 它是用美元 多少亿美元来做估计 而不是用几百亿 几百亿的台币 美元创十个月的新低 对电子业的汇损 对金融业的汇损 会扩大 有没有想过 重点在这里啦 美国两次升息了 美国两次升息 为什么美元还在继续大扁 它预告了什么内容 你知道吗 我在昨天节目上 我告诉大家 我说八面埋伏 这是利空 八面埋伏 第五点 台币 新台币的升值 美元指数又在创新高了 创十个月新低 台币呢 又要有一个升值的压力 美元指数创新低 台币升值 这怎么会是利多 外资如果一直不断的 汇进来买台股也好 但是你会发现 外资期货的部位在降 然后礼拜二才小买 不是大买耶 关键重点 我一直告诉大家 该卖的要先卖 后买 高卖 低买 有没有 不要套 套到上面 你高档扫套个十万 二十万 一百万 两百万 你跌下来 你可以买的股票 绝对不止一百万 两百万 你资金保留住了 如果你前面是一千万 下来回行情回档 你还是一千万 请问 巨大股价 从高点回下来腰斩了 你可以买两张了 立峰 是不是也可以买两张了 甚至之前你看到号顶 七百五十五块的号顶 你本来卖掉两张的话 现在不止两张了 多少 卖掉两张 几乎快变三张 这个现象一直告诉大家 好股票跌下来的时候 你不要自己去摸底 不要自己去拆底哦 好股票跌下来 你会发现 你的资金能够保存住 最重要 然后股价低了 会涨我们再来买 不是更好吗 而不是追那种短线 每天换每天换每天换 这一个月 七月份到现在 你有没有赚 你告诉我 看到国际股市 看到利空一震荡 你又害怕了 我跟你说过 这两天 这两天 礼拜二 礼拜三 欧洲的法国 德国 它的际线 要出现转折 际线转折很容易 造成中长黑的修正 那真的不幸被我严重 怎么办 同志朋友 我说有钱啊 真的可以买个大时钟 但是你买不回高档 那个一分钟 最好最漂亮的一分钟 你有没有做动作 你如果没有做动作 不要告诉我 都是那些 涨上去的外资股票 你要替外资抬叫 我举个例子 一页达 很多投资朋友都有 除息第一天 1.45元的股息 倒贴 0.95元 你看看一页达 2356的一页达 除息之后 连叠四天 除息1.45元 现在贴息1.65元 不参加除息还不用缴税 三块钱 你说这个差距有多大 不是只有一档股票啊 投资朋友 我们之前跟你说的 头部形态的红基 礼拜二继续跌 头部形态的汉塘 除息后反弹 再拉回礼拜二继续跌 头部形态的网品 是不是跌下来以后 反弹礼拜二继续跌 怎么会这样呢 最重要的重点 这些指标代表股 从高档回档下来 竟然跌7成 跌6成 跌5成 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 你不要看到外资 一直拉指数股 就算礼拜三尾盘 它还在做一个指数结算好了 它还是会拉 自己手上的股票 跟你手上的股票没有关呢 生计股 礼拜二十档 收盘价创今年新低 政策做多的生计股 你说这个盘式 该不该做一个策略的操作 先卖后卖 做价差 做到了 我说最重要的目的 我们是要赚这个时间的价差 高出低进 先卖后买 这样子才能够帮你反败为胜 不要说看到行情 哇 真的行情在震荡的时候呢 不敢动作 反而一直等 一直等 一直等 真的要把握机会 中场的资讯 让我马老师来帮你 一加一等于六 帮你快速累积 反败为胜 不要错失每一天的机会啊 礼拜三 那礼拜三大家都知道 尾盘台子结算 礼拜四 台积电 1815亿的股息要出来了 如果外资 他没有继续买台积电 他的汇出怎么办 正常情况来讲 外资可以拿1400亿的股息 正常情况会有三成 他不会再买 他会汇出 因为这些国外退休养老资金呢 他们要拿回去 发放股息给他的投资人 这种观点 对整个股价会有什么反应 不要错失中场 一加一等于六的机会 进入广告马上回来 一个伟大国家的实现 需要前瞻的愿景 绿树水稻香 干净绿能 数位法令松绑 稳定水源 便捷路网 便捷沉乡生活 这些美好 将停地传递给每一个人民 晚坐不如早坐 前瞻基础建设 亚洲投顾马老师收费奖座 废的缩表前迎战策略 7月22日星期六 晚上7点到9点 台北首席会议中心 咨询专线 02-2578-3777 亚洲投顾马老师收费奖座 废的缩表前迎战策略 7月22日星期六 晚上7点到9点 台北首席会议中心 咨询专线 02-2578-3777 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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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爱 爱自卫买的少年馆 这最大 北海外 亚洲投顾马老师收费奖座 废的缩表前迎战策略 7月22日星期六 晚上7点到9点 台北首席会议中心 咨询专线 02-2578-3777 亚洲投顾马老师收费奖座 废的缩表前迎战策略 7月22日星期六 晚上7点到9点 台北首席会议中心 咨询专线 02-2578-3777 我会员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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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会员下转 最高效应战 我会员下转 我会员下转 我员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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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旅客 专属接待 WOW GO GO 亚洲投顾马老师收费奖座 废的缩表前迎战策略 7月22日星期六 晚上7点到9点 台北首席会议中心 咨询专线 02-2578-3777 亚洲投顾马老师收费奖座 废的缩表前迎战策略 7月22日星期六 晚上7点到9点 台北首席会议中心 咨询专线 02-2578-3777 大户主力在哪里 主力筹码分析软体 法拉利赢家 能清楚掌握 大户主力筹码 让你用最简单的方法 跟着主力进出股市 轻松赚钱 赶快上网查询 近日主力动向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华财经台 欢迎回到亚洲之星 那么盘式的架构里面 一个台股 两个世界 你看到外资的股票 一直拉 好像要去挑战高点 好像要挑战 大盘指数的高点 结果呢 很多 那只投资朋友 你的持股 没有外资在照顾的 差很多很多 我说我马老师要帮你 我不是替外资 去做台教 真正的关键点 投资朋友 该卖的你有没有避开 看到大盘指数 哇 10481点上面 还在做强势整理的时候 竟然 那只的股票 生计股股王 浩鼎 创历史新低 跌了71% 利丰KY 跌了66% 巨大股价腰斩 跌了五成 不像话 这种盘式 说真的 行情的走势 一旦一个消息面 或者是国际股市变动 我可以跟你预告 很多分析 又告诉你 继续报股票 或者是 叫你一个口令 全部杀出 你卖得下去吗 之前我跟各位讲过 最重要的是 现在的涨跌幅制度 一天10% 100万 一天差10万 200万差20万 300万差30万 你如果高档的时间点 你没有卖 行情消息 或者是国际股市 一个变动 你知道一天会差多少吗 想一想 为什么美国两次升息 还在美元 继续大扁 他预告了什么 我在传真稿上 甚至LINE A的好友里面 我也告诉大家 不要用追价的方式操作 美元指数继续破低点 对电子金融会有深值的汇损 请问台积电为什么上个礼拜 它的第三季营收是用美元 跟你讲几十亿几十亿美元 而不是用几百亿几百亿的台币 来告诉你呢 最真实的 礼拜二美元指数创新低 十个月的低点 这是六月份 这是现在 为什么 我说这个只是一个其中的因素 最主要的 美国它本身在走 紧缩货币的政策 升息之后要缩表 缩美国FED的资产负债表 还有一个重点 美国的美债 二十兆的美债 举债上限到期 现在的现金快烧光了 美债到期 现金快烧光 你说那美国怎么办 跟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情形又要来了 你如果没有这些经验 请问这些利空的八面埋伏 随便啦 随便出现一个 下半周周KD指标 如果没有勾上去的话 又开始下来 会加速耶 这些都是国际股市 很重要的因素 谁能够帮你 我在节目上 我跟你讲说 你的股票在高档能卖 就是避开 不要套两层三层五层 套两层三层五层 我还是能够帮你 但是时间上就会拖久 我最主要的目的 为什么我告诉你说 投顾业是一个良心的事业 也是一个专业的事业 不要为了做生意 为了收会员 一直告诉你去追股票 追股票 每天强势股 一直换一直换 好像什么股票都有 那会员感受到呢 没有 这种关键 我就告诉大家 该卖的要先卖 你高档 先保留资金保留起来 不要套 不要在高档套个十万二十万 套个一百万两百万 那真的回下来的话 一张 一张的钱买两张的好股票 不是很好吗 如果你高档这些个股 那个最高点的一分钟 你真的都有避开 现在这三档股票 都不止一张的钱 高点都可以买两张以上 真的 那我讲这些观点 我一直提醒大家 一天的波动10% 你不要看到利空消息 如果有些个股的利空消息 出来的时候 我告诉你 卖都卖不掉 真的 这些关键的重点 为什么提醒大家 你不要套太深 先卖 高卖低买 可以做价差 你回头看看 你不相信今年会发生 指数还在10400点之上 结果耗顶跌四成 今年 我讲是今年 升华科挂牌以后 今年跌四成 历清 前面涨上去 好多分析都有 跌下来都不见了 还是叫你继续买 继续买 反弹上来 还是叫你继续买 那如果再跌怎么办 你会受不了的 老师朋友 绿越 跌破颈线 跌破颈线 跳空长黑 第二天 反弹一下 碰颈线 腰斩 这都是最真实 最真实 台股 真实的写照 那更不用讲 你看看测标这几档 号顶是新药股的股王 竟然礼拜二创历史新低价 215块 更不用讲巨大脚踏车的龙头 够代表性吧 国际品牌 竟然股价中高档下来呢 腰斩 四年新低 高档卖掉一张 现在买两张还足够 这些内容 你回头想想 为什么我苦口婆心地告诉大家 请你避开 323块 你高档的一分钟 卖掉 回下来 可以买两张 这种观点 我还没有买哦 我告诉你说 这种观点 你高档有卖 不要说破底 往下大幅回档以后 你再来追杀股票 真正投资朋友 你有留意 你观察到你手上的股票 一档接着一档 破低点 怎么对呢 立峰383块 结果跌到礼拜二 129块 低点不能破哦 低点跌破了 速度会更快 号顶 755 跌到215 前低跌破 最近跌速越来越快 它拖累了 十档生计股 真的 十档生计股 礼拜二 创今年新低 生计股 前面不是很多人在推荐吗 这些观点 就好像我说 我之前 我卖掉核大 没有参加除息 149.5 148 全部出掉 出掉以后 你回头看看 到礼拜二 135块 就算扣掉 三块半的股息 还有11块 还有11块的价差 我还没有买回来 那我买什么 我说我现在 礼拜二 我只买这一档 很多投资朋友呢 从去年 哇 一路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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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买五张 十张的 可能买到后面 几十张 几百张 上千张 我说我在这里买 光是这一段 四十二% 大盘要修正 这边会是起涨点 你说 我在这边买 四十二% 我会不会是赢家 不是只有做波段哦 中间过程还可以做短线 我会做给你看 那关键重点 最重要的 你要把握这个时间价差 及时行运 要高出低进 先卖 后买 不要说跌下来了 看立功再来追杀持股 让我马老师帮你 一加一点一六 快速累积 反败为胜 这个资讯 怎么样来掌握呢 中场的机会 千万要好好把握住 就利用今天的时间 跟上我的脚步 不要再错失 每一天每一天的行情 尤其是接下来下半周 行情波动会非常的大 好好把握中场的资讯 也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特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造咖5HCG 行行龙苏西 厨房无保 HCG 亚洲投顾马老师收费奖座 废的缩表前迎战策略 7月22日星期六 晚上7点到9点 台北首席会议中心 咨询专线 02-2578-3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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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务部调查局关心灵 安全来自谨慎 安定来自首法 保卫国家安全 发掘不法渗透 维护软硬体安全 防止有心人渗透 亚洲投资